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重码动足先机 懂能掌握金线 大家好 我是谢忠林 欢迎收获今天重码动能大户版的盘后前半视频 今天是礼拜五 这礼拜的周园天 我先祝福所有的朋友 祝福大家在接下来的周休都可以休假愉快 都可以形象赐程 好来看今天的盘 大盘今天中场上涨27点 欧尼西上涨0.28点 终于没有跌了 跌的时候都是黑K黑K一直往下掉 涨的时候呢 张一咪咪 不过有总也没有好了 这个地方 我认为到下礼拜三之前 应该还是有压力 因为空单还是很多 外资的起子空单 那先来看我们今天要讲的几个部分 那第一个 指数的部分 其实外资空单还是在高水位 高水位的话 其实他应该会想办法让他空单 可以获利极大化 所以就指数这边 指数这边 我个人认为可能还是要稍微小心一点 所以个股的部分 同学你要太多留强 盘面上有结构性指点 没有错 盘面上他的确有结构性指点 也就是说什么 天天都有强势股 天天都有强势股 让你对这个盘感到希望 那如果说你之前有套到高档的 如果说你没有出 我相信大家应该有发觉 有些股票就是一直往下掉 没什么高点 就是可能目前在盘头 如果说你手中有那些股票的话 我认为这个地方你可能要太多留强 因为 你涨的多新的题材 不是你手上有的 是不是这样子 好那就各国部分 张忠某今天有接受访问 他有出来讲话 他说台积电的AZ厂 就是亚利三纳的厂 进度非常好 然后记者还顺便问他 那12月6号怎么样 从头到尾都没有12月6号这个事情 都没有这个开幕的事情 这到底不知道怎么编出来的 从头到尾都没有 董事会开完之后 只跟你说 那个 季配席 变4.5 从4变到4.5 然后呢 也告诉你说 这个什么12月什么拜登跟冲锋同光 是假的 不知道市场怎么编出来的 还有记者跑去问张忠某 就没这个事情 从头到尾都没有 因为不42月是明年的第一季 日期还没有定 但是就是第一季 就是等新总统上任之后 再去敲时间 好不好 但是呢 就这个厂进度是很好的 那同学 进度如果很好的情况之下 我们之前在讲迅德的时候 迅德是雄本二厂的受惠股 上面的天车是迅德这边做的 那AZ厂有没有受惠股呢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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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来 G的买准备出货了 昨天广达跟鸿海都开法说会 但是呢 哇今天都跳水 为什么 不是说他们的那个数字不好 是市场要新题材 好不好 市场要新题材 你讲的还是一样 G500D字记 小量出明天大量出 这个 这个领初就知道了 还需要你现在再讲一遍 市场要新题材了 基本上是这样子 但是呢 位阶低有东西的标底 我认为你就不用担心 所以现在怎么样 现在有点在轴线翻转 就是高档的 虽然说趋势对数字也不错 但是呢现在市场要的是什么 市场要的是位阶低 然后有新题材的东西 好不好 基本上就这样 好那先来看一下 这是外资的棋子部分 今天有小补一点空单 但是呢 还是很高 45000多口 下礼拜三结算嘛 所以 所以正常的状况 所以我说的是正常状况 这个他应该想办法让他赚钱 好不好 甚至多赚一点 所以就指数部分 我认为就是 可能还是我压力 但是呢 但是我相信这个指数 也不是我们关心的 我们关心是什么 个股嘛 你要选对股票嘛 我现在我节目上 一直在跟大家 聊一个东西 就是好股不是要先为指数 对不对 好股不是要先为指数 然后呢 大盘有时候在谈的时候 大盘轻轻谈 个股它会干嘛 各股它会一片天 还有呢 跟着大户走 财富基本上一定有 就是这几个操作的观念 所以如果说这样的话 这个其实不是我们重点 只是怎么样 只是指数不强的情况之下 弱的股票 它可能也不太动 甚至于现在 现在已经公布到第三季的获利 同学 你要不要看一下你手中持股的 那个股价 跟它的获利状况 到底能不能match得起来 真的一真的全部都在做梦 做什么2025 2026 2027 有时候做梦做太远 比如像这个光通讯 我很早就跟大家说 我们光通讯浪杠 也跟大家说 你不要再玩了 我现在不管什么 华星光上全 对不对 然后呢 波罗位确定没有了 那个CPU没有波罗位 只有上全而已 但是上全现在没单 没单啦 认证过 但是还没有单 什么时候单进来不知道 也就是光通讯这一组的 基本上最近都不强 但是联军 华星光 联雅 然后上全 这事实是主要的 今天全跌都不强 而且呢 都破月线 那多破月线的情况之下 你要怎么样 那看季线这边 到底你没有办法稳住 季线这边如果没有稳住 灌下去的话 这可能稍微小心一点 还有什么 还有晶圆店 晶圆店最近怎么样 连跌 这礼拜都在跌 六天 创新 一路往下掉 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 他掉单了 他有掉单 接下来两个月你就知道 那个营收跟之前比 会掉蛮多的 昨天会打有 视讯会议 昨天会打有视讯会议 那个单有做点改变 然后这个精彩 从头到尾 从头到尾我都跟他说 他就没有COWAS 他是炒上去的 他没有COWAS 苹果这边单他也有掉 苹果这边单他也有掉 车用单砍到剩两成而已 所以这个地方到底在玩什么东西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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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只要再一根再一根就好了 再一根往下灌下去 翘翼 是不是这样 今天这种 现在全部均线都压头了 这个再一根下来就挂点 他今年不会赚10块 明年也不会赚10块 谁在跟你 还在相信那个小作文 什么今年10块明年20 你小作文听的马在这边 也是连续跌 所以 你问别只我不知道 问这一只我最清楚了 问这一只我最清楚了 真的 今年能跟去年 能比去年多一咪咪就不错了 明年再比今年多一咪咪就不错了 明年应该有7啦 不会10啦 7应该是有可能 10 吃个肉的可能10块 所以本益比20倍了 形态走成这样子 走成这样子 接下来他会烂到明年第一季 那业绩 业绩高峰过了 再来就一直往下掉 还是往下掉 掉到明年第一季 这一根K棒灌下来 K棒灌下来 有的人压力会很大 再来这个所罗门 机器人 所以你真的相信人型机器人 马上就会出来 我记得曲播他有发视频 五年之内不会有 这是个题材 五年之内不会有什么人型机器人 你说工业用机器人 有可能 因为现在本来就在做 就是工业机器手备那些 现在本来就在做 那你说什么人型机器人家里用那些 五年之内都不会有了 好不好 所罗门 对一个题材炒上去 到第三季 到第三季为止 第三季还亏钱 第三季为止 今年赚多少钱 同学 现在股价139块 两分钱 两分 连两脚都没有 连两脚都没有 两分等于是零 EPS还是零 股价炒到139块 这种基本上如果后面 后面真的盘面上也比较大波动的话 这种压力都很大 因为这种都是什么样 这种都是一根K棒灌下来就再见 这一个是一样一根K棒下来就再见 这整个都 形态都坏掉了 形态坏掉了 都是停损压力而已 好不好 当然 同学 类似这种股票还很多 我也不是说这些股票全部都挂点 而是怎么样 而是超出就是你要太多流强 太多流强 你知道什么 你要去太多流强 这些股票基本上就是稍微弱一点点 弱一点点 所以你自己做的话稍微小心一点 好不好 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看这个 张忠萌台积电前董事长说的 他讲的是AZ AZ厂 那个亚利桑那的部分 进度很好 同学你会觉得很奇怪 台积电不知道是为什么 一直有人看他不顺眼 一直想把他弄下来 但是呢 弄不太下来 对不对 搞老半天还在一千块 没整天还在一千多块 今天怎么样 今天还在1035 那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我现在这些喔 我都有在节目上跟大家做报告 我问你我讲的对不对 什么COAX也都有问题 COAX哪有什么问题啊 是回答自己的问题 回答后面自己出来讲啦 讲完就怎么样 下超级鸡丹 不是吗 不然台电现在怎么营收 上个月怎么会3142 超级鸡丹嘛 加什么 加上这个没收定金的罢营嘛 帮华为代工 就是2020年的库存 然后讲的媒体讲的好像多严重 什么偷偷包回代工 什么透过白手套 拿什么白手套啊 有啦 刚开始做就被台电抓包了啦 这个晶片跟升腾910好像 直接报到美国商务部去 根本就没有出 连做都没有做 然后呢 他之前下定金 几亿美金 和台币上百亿全部没收 不是这样子吗 同学 到时候你看报纸 跟听我讲 你不觉得 怎么两个都讲的不一样 到底谁对啊 然后再来什么 7奈米以下不能出中国 7奈米AI晶片 且晶片大于300M2的 才不能出中国 整个台积电只有一款 叫做阿里巴巴下面的 平头哥的AI晶片 只有那一款是大于300M2 其他都没有 所以呢 所以连发科啦 高通啦 苹果啦都是造出啦 连威慎 威慎那一颗也造出 威慎那个是5奈米的 也造出 根本就没有影响 就一样出 所以这新闻 我们在都以来 影响获利 就一趴 影响一趴啦 影响营收一趴啦 获利0点几而已啦 然后再来呢 一直跟你说什么 当专谱当选的 AZ厂怎么样 从头到尾就是明年第一季 这个不知道哪里谁编出来的 什么12月 就没有嘛 问张张某也就没有嘛 董事物就跟你说没有了 问张张某 张某会说有嘛 没有是因为什么 媒体就很想跟你说台电 跟川普的关系不好嘛 他不是很想把往这地方引导 叫你赶快砍股票 结果呢本来就是Q1嘛 所以呢 所以不是很奇怪 对 如果说这个进度很好 到底有没有受惠股 人家快盖好了呢 第一季要开幕了呢 有没有受惠股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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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有的啊 哪有没有 熊奔场都有了 熊奔场就训德嘛 不是吗 训德啊 我怎么讲的时候 这边160耶 180耶 190耶 200在那边晃来晃去耶 我就跟他说 200在那边晃来晃去嘛 法人在那边出报告 对 他应该是写明年的啦 好不好 今年8明年12嘛 后年15嘛 目标280嘛 现在220嘛 然后呢 这个价位安不安全 价位很安全啊 为什么 他要限制180 董事会直接价都订出来了 连什么压低定价都没有耶 完全没定价耶 以前他会去公司 之前一些公司什么 要跌地 比如说像台药之前 然后压低定价 哇 定价 哇 股价压下来干嘛 搞一堆有没有的 对 就定价嘛 他直接跟你说180 180 要你缴钱 180以下你会缴 每200以上都不会缴啦 那不是 富桥都搞到三成了 两三成了 没搞到两三成 你要比照办一下嘛 那不是 所以你税200多块很正常啊 对 没错啊 昨天跌啊 昨天不是跌吗 昨天是要跌嘛 跌 今天不是涨回来 你觉得很奇怪 今天就涨回来啦 就在这边嘛 月线破就粗掉嘛 今天有个不速之客 跑进来了啦 你有在看什么 王八讯行 你应该知道谁进来了 今天有人跑进来了 我不知道会不会洗他 因为 我也不知道怎么讲 反正就是 股票会这样走 股票会这样走 一定有人在里面 但是呢 有时候一些那种后知后觉的 带了一堆会员冲进来 那边尻 一尻想说 搭个主力的轿 结果呢 结果有时候没搭到轿 洗个两三天 掉下去就粗掉了 所以我不知道会不会洗他啦 反正 反正 现破就粗掉 就这么简单 我知道今天有人跑进来了 你知道我在讲谁 对不对 就有人跑进来了 所以不要乱跟啦 不要乱跟啦 我在这边跟你讲的 你不跟 你在跟那个 在这边才真的尻的 不是很奇怪 啊 AD厂受费股这一支啊 AD厂啊 AD厂啊 这支啦 这支啦 过几天喷上去 价差如果拉开 再跟大家做报告 位置很低啦 很安全 好不好 一样啦 跟着大戶走财富引游 好不好 跟着大戶走财富引游 大戶一定知道 谁是受费股 我们在旁边人家吃肉 我们吃点 吃点 跟着一起吃 吃喝喝的汤不就好了吗 大戶动向为什么是关键 有稳定性持久性嘛 指引想力嘛 筹码集中度嘛 你要每天 你要稍微认真一点啦 去看一下啦 到底哪些人是在什么地方下单 你就差不多知道啦 就其实每天晚上的筹码进出表 都跑得出来啦 甚至投信也有在 投信也有货在里面 好不好 所以这个东西是 你要去每天观察的啦 你有空你就自己观察好不好 你没空的话 找个有空的人帮你观察好不好 所以呢 所以 付点费用也是很合理的嘛 小钱不要省嘛 不是吗 干嘛也是不要省嘛 有时候你看节目 你看节目赚这个 付点 就是一点小钱 还在那边计较 拜托一下 看一下这个 鸿海广达昨天法说 讲的不错啦 反正都有出报告啦 报告都写很高啦 鸿海没有写很高 鸿海元大 不知道是看他不爽 还是什么样 持有 没有调高 鸿海基有调高啦 鸿海基有调高一点的 那个圆大这边没调高啊 应该没错吧 我都有看啦 好不好 然后这个 反正都写 就是有写好 有写不 大部分都写好的啦 大部分都写好 基本上都是偏正面啦 就算 没有写好的 看中立的也没有调降 就是在这教育附近的 也没有什么往下调什么之类的啦 那同学 为什么法说完没有涨 为什么 法说完涨 你怎么没去 倒头路 是法说会变法会吗 不是啦 今天本来就礼拜五啦 通常脆法说都是这样子 短天课在那边脆法说都这样 法说完开告都干嘛 就倒就丢出去了啦 他们讲的东西同学 就是还是一样那个东西啦 第四季 明年两百要开始出啦 明年大出啦 就这样子啦 全部都同样啦 所以就是 没有新的题材 没有新的题材怎么办 市场上就看新的题材嘛 新的题材是什么 这新的题材啦 好不好 这是元大 你看 即将出货 维持平等 持有啊 对啊 没错啊 维持平等 他没有调高啊 没调高啊 没调高的话 你看他里面这一句 还是一样啊 第四季小量出啊 明年第一季放量嘛 年初就知道了 就一直重复同样东西 同学 为什么不会长 就是一直重复同样东西 第一次要出 明年要出 那我问你股价涨到两百多块 为什么涨到两百多块 就是 就是这个东西啊 不是 现在涨的就是这个理由啊 不然你要给我什么理由 他现在 一片子交出来吗 没有啊 股价会在这个位置 反映的就是 一个 就反映未来 未来就是这个东西啊 但是这个报告里面有一段 有写到这个东西啊 他说什么 一样嘛 因此将优先取得零主件 鸿海是本次GV200的主要合作研发厂商嘛 因此将优先取得零主件嘛 并将于 2025年第一季开始量产嘛 第四季小数 对啊 大家都知道的东西嘛 且随忍相关零主件 如随忍版的分析管 其指控是红准已通过NVR认证 同学 他直接写已通过耶 哇 这个我看错啊 带粮率调整完成后 明年加入鸿海GV200供应链 可望让GV200毛利率略微提升 略微提升 也就是说什么同学 红笋今天就讲这一句 就是袁大说已经通过认证了 说真的这个 我也觉得有点 不明其妙 到底是真的假的 说真的我不知道 这个要去问一下公司的发言体系 因为怎么样 红笋我们是有做的 我们七一做到88 对不对 没错吧七一做到88 但是在我们做的过程里面 你看这个 他一开始涨的时候 红准的发言人马上出来说什么 都假的 都假的 市场假的嘛 外资投信在吵嘛 外面有谣言嘛 然后再怎么样 再来是不是隔天 隔天小作马上出来说什么 是红海跟那个红白 两个决定的 决定把这个单丢给红准 所以红准第一时间完全不知道 然后再来怎么样 再来就七一跑到88了嘛 然后再来混了两天之后 大摩马上发什么 马上发报告说什么 说有 红准有 红准有散热 红准有散热 他底面报告怎么写 他是说 他是说马上有吗 没有啊 他说这个是什么 要认证嘛 所以他估明年下半年怎么样 认证过 然后开始出嘛 所以今年2.9 明年4.1 然后后年怎么样 后年差不多4.7 大摩是这样估的嘛 没错嘛 所以是不是马上有 大摩的报告不是马上有耶 他说是明年下半年的事情耶 明年下半年的事情 睡 还不到一个礼拜 马上有 哇靠 这是光束过认证耶 红准到底知不知道他过认证啊 还是红准根本不知道 这个发言体系要不要讲一下 一开始说不知道 没有没有都假的 外面在吵 那些是红海佣的啦 你不知道啦 第一时间你不知道就正常了 有有有 有有 那美女有 一顶屋 我也认为明年一定有 我认为明年一定有 我认为明年一定有 如果没有有的话 武家上去应该就马上折下来 上去 在那边吐吐吐 吐好几天 因为量很大嘛 没有下来应该是有 但是是明年的事情 马上有 哇 光束过认证这太神奇耶 好了随便啦 就当你有好了 好不好就当你有 但是 这个位阶 同学这个位阶你敢不敢大麦 你敢不大麦 你敢买吗 很多不敢啦 没错对不对 那不敢的话 不敢的话 我们已经赚到了 我们做别的嘛 那不是 那做别的 别的有没有机会 跟这个红准一样 光束过认证 一个礼拜过认证 哇太快了 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 如果说要这样玩的话 那低档的 你就找 如果说要找低档的 有赚钱的 然后呢 如果要掰的话 不要说掰啦 你要搞什么光束过认证的 不知道 这这新的题材啊 GP300啊 明年第二季的事情 好不好 明年第二季有了啦 同学 股票反映未来 不会明年才反映啦 现在就在反映了啦 不是吗 现在就反映了嘛 采购权给ODM厂嘛 不然红准在涨什么 就是采购权要给ODM厂 红海液用自己的嘛 干嘛 然后再怎么样 改回H100的X84设计 因为扩充性跟修改性会比较好嘛 你现在一大堆什么 一大堆现在的那个CSP厂 你说叫他们全部花一台花一 去换这个东西 他哪有那么多钱啊 甚至他不愿意换嘛 但是呢 如果说 比如说我之前买A100的 H100的 我再跟你买那个B300 我就拔起来 我就换这个就好了嘛 我这就好了啊 干嘛 我就换这个就好了嘛 A100可以换掉了嘛 现在主流 H100基本上是比较符合 再怎么样是符合当代逻辑的嘛 现在逻辑的嘛 A100已经过时了嘛 虽然说A100我要换的话 我怎么换 整台湾 还是我换这个GPU就好了 银段是不是一场 那应该就是换GPU就OK了嘛 我要比较心情我换这个就好了 甚至我也不用换全部片 我不用换全部 我换个一片两片 增加我的算力这样就可以了 是不是可以这样 虽然说这是一个改动 那改动的话 改动的话 新星目前就是什么 HDI版的主要供应商嘛 因为 它现在这个主要就是两片 这个叫做什么 OAM版嘛 就是GPU插上去的 这个OAM版嘛 下面这个方形的 这块大片的 叫做什么UBB版 好不好 同学不是BBU啦 BBU是那个 你不要搞错啦 BBU就是 不断电系统 这个叫做UBB版 UBB版 你GPU先插在OAM版上 然后呢 这个就是 一颗GPU 显示卡啦 这个就是显示卡 一颗显示卡 两颗显示卡 所以呢 所以像H100的话 它可以插八个嘛 V300就是要改成 就改回这样子啦 所以就是改成这样子 那这个里面 就是一块显示卡 外面 为什么包成方形 因为有散热啦 散热才整个把它封起来 这个就是散热 要听到一首板子 然后散热 整个包包 就变这样子 所以 GPU插在什么 这里面就是有一块OAM版 那OAM版现在怎么样 OAM版就是M4 这个 M4跟M7的火焰板 就在讲这个啦 CPU跟GPU的主板 OAM版的部分 然后UBB底板是什么 就是这一块大片的啦 你先插在这上面 之后 再整个插在这个 UBB版上 所以呢 所以 OAM版现在怎么样 现在就星星嘛 但是呢 针鼎在送样嘛 积极争取HDI版嘛 然后下面那个UBB版是怎样 UBB版就是 台光电在争取这个啦 UBB底板 所以如果说 你从这样看的话 这我们跟大家提的真顶 真顶应该是安全的吧 安全的吧 看不起安全 昨天有跟大家提到嘛 昨天115嘛 在把115 115 116 尻回来啊 今天也涨啊 那也涨啊 同学 你要去看 一点想像空间 真顶跟星星 同学 你会发觉 这两次比的话 真顶比他好很多耶 啊 你说赚钱 今年不管是到前三季 还是预估全年 对 前三季5.08 星星3.3 全年一个10块 一个5.4 明年一个13.1 一个11.8 对 这是原复估的 好不好 然后呢 股本真顶又比较小 毛利真顶又比较高 如果真顶 如果真顶 这个认证过了 你觉得红海这边会买谁的 HDI版 你觉得红海这边会买谁的 如果他过的话 他们现在两个 一个在160几 一个在110几 差了四五十块钱 理由就是一个是过认证 一个是没过认证 但是没过这个怎么样 他持续在送样 那持续在送样 如果说后面过的话 两个股价应该就轴线翻转了 我这样讲应该是合理的吧 是不是 是不是有可能轴线翻转 是不是 我都比你好 我查一下认证 我认证过 我认证过 我老闆就用我的 我有出海口 是不是 我真顶我有出海口 我有大老闆 对 大老闆 新兴港有大老闆 有阿姨 大老闆在联电 联电就不是做AI伺服器 是不是 所以 所以就是这个有大老闆 有出海口 过认证 走线翻转不是很正常 所以就是 坐坐驾叉 好不好 坐坐驾叉 然后呢 反正有上去可以坐坐驾叉 如果说在等的过程里面 可能会混来混去 好不好 混来混去怎么样 混来混去就坐坐驾叉 一旦你看到 他忽然开始冲 开始喷了 应该是怎么样 就是认证过了 认证过了 就走线翻转 赶快上车 好不好 就差不多这样子 跟你做分享 然后再这个就是什么 神打 神打 同学今天神打 你看到742块了 这边是多少 61到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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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双11活动 就带你买这个 带你买这个 带你买这个 双11活动 61到2间看到72 哇 这一张快一万 一张快一万的话 买个五张 你的学费都回来了 剩下怎么样 剩下还那么长的会期 慢慢赚 好不好 我们稳稳做就好了 稳稳做就好了 一样 这不是大货是乎 往上走 马外交要招付的 外资 这个你也知道啦 他就神打 干不起 重码我们看过了 昨天掌停板 昨天掌停板 今天洗一下 这么正常 很正常 昨天短线课这么多 很多期都短线课锁的 没有短线课 现在也不会锁掌停 同学 短线课 散户不会去锁 对 散户赚个五毛一块 跑得跟什么一样 干不起 就短线课会去锁而已 没什么 敢锁啦 所以今天冲高上去 你觉得昨天锁的 会不会出掉 会出嘛 这拿到什么 但是呢 但是 我们看一下分时线 你这样看起来 觉得很踏很陡 对不对 同学 他是不是天天都是高点过高 高点过高 没错吧 天天都在创新高 今天最高727了 就是 他的多方惯性还没有改变 一般多方惯性 就是高点过高 低点不过低 惯性有没有改变 没有啊 涨都会震荡 很正常啦 干不起 对啊 涨都会震荡很正常啦 震荡均线什么都没破 那如果说 你在切西一点的时候看 就你看这个日线 你会觉得很陡啊 90度角 所以我问你 如果他明年的EPS 是6到7块 最少就是起跳就6到7块 你觉得这个股价 股价OK 应该是OK吧 干不起 股价会展现 展现为未来 一个你可能不知道的东西嘛 就是他接到脚股的订单嘛 脚股的AI伺服器嘛 那这AI伺服器的话 其实反正要算一算 应该是6到 就6 7块嘛 明年EPS应该67块 有人说6啦 保守点说6啦 有人说7啦 那不管6或7的话 现在还不到70块 阿斯库还便宜 你看一下鸿海广达 本益比多少 都本益也20几倍 这个还不到10倍 不到10倍的话 所以为什么会长这么陡 就是怎么样 就是本益比太低了啦 你懂的是吗 所以现在流行什么 位阶低 对 那时候还没长的时候 位阶很低嘛 现在流行就是位阶低 然后呢 有题材 干不起 有题材嘛 所以那有故事嘛 有故事有题材 位阶低嘛 本益比低 对 通常 一个点火基本上要上去 那你看这样子很陡 那你看分时线啊 30分钟线啊 也没 形态没有坏 形态没有坏 一般来说啦 就是 月线啊 不是月线啊 30分钟里面的20分均价线 20均价线啊 30分K里面的20均价线 他这个走走走 顶到这里 他如果下礼拜要跳上去的话 他就这个变他的惯性喔 你看之前也是 又推上去了 这应该是有人在顾着喔 你留意一下 好不好 就差不多这样 所以我们做个简单的结论喔 同学 基本上这个盘喔 指数没什么好讲的啦 因为 就外资空单很多啊 或者空单很多的话 你说这地方要大长特长 大外资空单 不要傻了啦 他没有让你 下的屁股尿就不错 你还想嘎他的空单 川普在 川普当 又回过当总统了 市场上都还在 还不知道说 接下来要怎么做耶 所以呢 所以外资的空单 基本上应该是到下礼拜三喔 指数结案之前喔 搞不好都是维持高水位 那既然维持高水位的话 指数 能稳住就不错了 好不好 能稳住就不错了 但是呢 欸 一个台股两个世界喔 这个盘天天都有强势股喔 只是怎么样 只是 抢的股票搞不好你没有 哇 都是一些新的东西 那新的东西同学 别人没有新的东西 不见得我没有喔 就像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说的 AG厂要 开幕了对不对 明年一月 明年第一季嘛 明年第一季嘛 明年第一季要开幕对不对 明年第一季要开幕 有没有收回股 啊 有没有 你知不知道谁是收回股 那有收回股的话 啊是谁嘛 啊 可不可以买了 安不安全 你心里面有底的话 就不会怕了 好不好 就是 知道在买什么东西 你就比较不会怕 不会担心说 这个大盘如果好烂啊 干嘛有的没有的 好不好 而且呢 而且确实 这段期间真的是在上演什么 好苦不受宣誉指数 跟着大盘走 财富一定有 好不好 甚至大盘清晰坛 购物偏天 基本上就是这几个逻辑在跑 所以 还是这样邀请大家 好不好 跟着大物走 财富一定有 欢迎你来预约下一档 你千天又来的 我现在你今天都上车了 好不好 下礼拜搞不好就可以 就可以赚钱了 不用说收割了 可不可以赚钱了 好不好 应该是下礼拜一啦 我猜啦 下礼拜一应该就可以赚钱了 有超多方法 就有获认的就有下一支 喜欢不喜欢的话 可以点个订阅按钮 我们节目更新的时间 推播通知你 我就会分享到这边 筹码动足先机动能掌握之前 祝大家 休假愿快 下周超多顺利 下周见 拜拜 一尽管头顾新智帝015号